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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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好 我们也利用今天来发愿 因为佛陀在没有成佛发了500个大愿 这500个大愿都是为了视线 修行成佛利益众生的过程 如果我们今天也这样发愿 那我想生生世世都会跟随佛陀的脚步 这样来发布提心 利益众生最后成佛 所以今天我也穿得很漂亮 这边就很漂亮真的不就也叫最远全佛博了 最后期最后也就在这边加上最远最圆满的服装 最好人家还带个帽子 因为呢 要来供养佛陀紀念佛陀 所以早上起来赶快剔头刮活着洗澡 全身都弄干净了 然后呢穿的都是最干净的衣服 但是外表干净还不是那么重要 内心要非常的干净 因为这代表佛陀的心 它叫真理的生命 所以各位等一下要来遇佛 用这种干露水 然后呢从佛的头顶这样子供养佛 那这个洗干净的意思 佛陀根本不用我们洗 但这个洗干净呢 那代表把自己跟所有众生的烦恼业障 不干净的都净化 让每个人都显现佛陀的生命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庆祝佛陀生下来 那各位呢 就代表护法菩萨 把这个供养的水 然后呢倒在佛陀的身体上 然后呢 当然我们会念啊 所有众生都净化 那供养完水以后 我们旁边会摆一杯小小的水 那各位要用你的手指头 或是这样两滴 放一点水 放在自己的 念一下 身口意 身体全部清净了 嘴巴不会再骂人了 心里也不会再贪嗔痴了 希望自己的身口意 跟佛陀一样都净化了 那各位也要发一个愿 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发愿 他怀孕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绝对不会让妈妈痛苦 还会让国家都变成很好 所以而且生下来的时候 妈妈一点也没痛苦 因为佛陀是从他妈妈的这边 然后自然生下来 连树都会弯下来 所以让妈妈绝对没有痛苦的 一种出生的方法 这是自己要发愿 所以你的妈妈如果还在 你要问你妈妈 你生活的时候痛不痛苦 如果很痛苦 代表我们修得不好 因为连最爱的妈妈 我们都让他们这么痛苦 所以一定要这样发愿 所以当佛陀的妈妈 怀孕佛陀的时候 他整个身体变很健康 精神变很好 任何生病的人 眼睛瞎掉的人 腿不能走路的人 只要佛陀的妈妈经过 或碰他一下 他就健康了 就发财了 所以儿子可以让妈妈 也变得很快乐 所以在经典说 我们用虔诚的心 来供养佛像 或是供养法宝 那就可以得到 十五种圆满的功德 所以等一下我们 遇佛完以后 也会大家一起 做大的供养 十种供养 那我们现在遇佛 有什么功德呢 你会身体健康长寿 而且永远不会堕落 第一轨道 出生到 会生在佛法的地方 而且呢 生生世世 如果你不会做女人 除非你是故意要发愿做女人 生生世世 做男人 而且将来也会跟释迦摩利佛一样 能够成佛利益众生 而且还有一条是 今天你在这儿遇佛 你家乡的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 也会得到遇佛的功德 健康 所以 当然我们遇佛佛的水 等一下在法会有圆满 我们会找塑胶小袋子 各位要装一点点回去 让家里的人 每个人都滴一下这个水 最后 如果这个水 你要洗澡 再给它泡一下 最好 各位就透过佛的加持 把我们不好的都洗干净 显现我们的佛性慈悲心 但是内心非常感恩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 轮回百千万亿 做人 做神 下地狱 做出身 就不断的轮回 终于我们碰到佛陀的出身 然后我们才能够听闻佛法 我们就能够解脱成佛 成佛 要这样子的感恩 庆祝 而且不是光自己庆祝自己 你也讲 当愿所有众生 听闻佛法 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像今天一样 他们接近佛陀 出生在佛陀 出生的时代 听闻佛法 但是所谓的愈佛 不是光今天做 是透过今天 大家来告诉自己 每天你都要愈佛 你每天都要洗澡 你每天都要洗脸 洗手 就把不干净的都洗掉 让最庄严最慈悲的去供养别人 所以各位也要发愿哦 如果你真的要做女人 是可以的 那你要发愿 愿做菩萨的妈妈 所以很多过去的女人 发这个愿 她生的小孩将来就是要成佛了 做这种菩萨的妈妈 她生生世世会升天 很大的福报 而且她儿子是修行者 所以她就会很努力的修行 但是佛陀的妈妈 怀孕佛陀 她整年都是守清净 没有男女欲望的八观在界 她是在做梦里面 各位都听过故事 那佛陀做菩萨化成白相 进入她妈妈的身体 感受到 后来就问相命的人 说她怀孕 所以佛陀不是一种男女欲望 而生下来的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你结婚了 你要生小孩 那你要想的 我不是为了欲望 也不是为一个男人 在生小孩 是为了众生 希望生出一个 能够利益众生的人 要有这个想法 当然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悲剧啊 佛陀的妈妈 生完佛陀 我七天就死了 好像我们听起来很悲哀 事实上不是 因为她生了佛陀福报很大 她不用再做人这么痛苦了 她就七天以后直接升天 到第二成天 逃离天享受非常大的福报 然后以天神的妈妈来照顾人间的小孩 那第二个要庆祝的 中间这个叫 这尊释迦摩尼佛 叫降魔成道的释迦摩尼佛 就是代表三十五岁 佛陀在菩提树下 终于六年苦行 思为中道的道理 然后 成等正觉 所以 降魔成道 那各位就在降魔成道面前供一个花 或是糖果 因为佛陀成道也要吃饭了 如果你能够供养刚成道的佛陀 那你福报太大了 所以这个世界第一个供养到的就是缅甸人 所以缅甸人 得到佛陀的八根头法 所以缅甸现在非常有福报 他们的老百姓天天都在拜佛 拜大金塔 所以一般在泰国缅甸的佛像 永远用这尊三十五岁的佛 一只手放在地上 代表慈悲 也代表降福摩 一只手放在肚子 代表正入佛性空性 一个代表禅定的智慧 一个代表慈悲 也代表降福摩藏 当然各位供养的时候 你也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愿生生世世 这个世界只要有佛陀成佛 我都要去亲近他 要发这样的愿 那第二个愿 那愿我学释迦摩尼佛 发五百大愿 如何来成佛度众生 所以愿做佛陀的接班人 继承人 这是佛陀最高兴的愿 就是说 我愿意发菩提心成佛 来继续佛陀的事业 不然这个世界 众生会很痛苦 这个时候各位会观想做供养 比如说你供养一个花也好 水果也好 但是你要观想的是 所谓叫世事供养 佛陀的衣服 佛陀喝的水 佛陀出家人生病吃的药 甚至佛陀的食物 这个外向的供养 然后内心呢 也叫发佛陀的愿 那第三个 就代表佛陀躺在这边 所以八十岁了 要进入涅槃 所谓肉身因缘道了 故意视线的 那当然我们拜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会把头 放在这个木板上 就代表说 我来继承佛陀 虽然佛陀你肉体涅槃了 但是我成为你的弟子 我永远代替佛陀 这样在弘扬佛法 立以众生 也齐请佛陀 不断的视线来 所以这边也摆一尊佛陀 各位就会拿一个香 用香 等一下会把香移到这边来 做供养 这边用水做供养 这边用食物花供养 这边用香供养 那是供养佛陀吗 不是 现在所有的这些佛像 事实上都是佛陀讲出来 甚至是佛陀心中献出来的 所以